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方和太平洋舰队,俄海军坦诚,目前仅有一艘航母,根本无法满足海上作战的需求,当这艘航母进行维护保养之时,就无法正常运作,因此至少需要四艘航母才能满足北方和太平洋两大舰队的日常需求。 俄海军专家表示,美国海军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,中国海军即将拥有两艘航母,第三艘航母也开始建造,这让俄罗斯海军显得尤为落后。 只有一艘老化的航母去打俄海军陷入僵局,根本无法在海上执行长时间的任务,因此俄海军需要建造新型航母,排水量在6万吨到10万吨之间。 但目前的问题是,俄缺少资金和相应的造船能力,必须争取国外帮助。 虽然有着打造多艘航母的雄心壮志,但是俄罗斯也非常清楚认识到这个问题,就是仅凭俄罗斯自身的努力,是无论如何无法在短期内建造出这么多航母的。 美国军事专家则制招称,只有中国才能满足俄迅速建造航母的梦想。 虽然中国刚刚开始建造国产航母,但是已经具备了完整的航母研发建造能力,而且中方有着足够的搭行造船厂去打造航母,而且加强俄海军实力对中国也有好处,即便是赔钱建造也有很大好处。 但是军事专家表示,虽然中国有着大量的造船厂,都有建造航母的潜力,但是这并非是一件意识。 建造航母需要大量专业的设备,更重要的是还需要专业的技术和施工人才。 这些都不是普通船厂能满足的,而且俄军方目前是否能拿出足够的资金也是未知数。 按照俄罗斯的国防发展思路,重点是研制和武器,具体的海军领域,就是新型战略和潜艇,航母无法获得优先投资。 而没有足够资金的话,中方也无法为其建造航母赞赏铃人赞赏过。 红尾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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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